最近演员张天爱的两部电视剧《爱情进化论》和《舞动乾坤》正在东方卫视热播 而他最近除了宣传新剧也是没有闲着 正在上海和陈柏林拍摄电视剧《鳄鱼与牙千鸟》 在电视剧《鳄鱼与牙千鸟》中 张天爱饰演的是一个通晓中国古典建筑之美的天才励志少女李南恩 并去了法国学习建筑学 而这对于张天爱来说专业性实在太高 只好提前做足准备功课 我们在拍摄的同时也在学习吧 然后在拍摄之前在前期准备的时候也去学习 我们有课本然后来学习 不过好在张天爱此前也有过留学经历 对于这次扮演法国留学生还算有所帮助 就是第一次背井离乡的感受 然后还有第一次跟父母离开的那种依依不舍的心情 还有到了国外之后有很多未知的难题 需要你自己去面对 其实还有很多点其实是很能够感受到的 在剧中张天爱饰演的李南恩去法国学习建筑学后 认识了陈柏林扮演的生物学家周尔文 起初两人互视对方眼中的冷血鳄鱼和脑人鸟 但之后发生了一系列浪漫又好笑的故事 然而剧情是甜蜜的台词可是一个大难题 看来这次语言通陈柏林都被难倒了 不过等着他的还有另一个难题 由于演多了暖男的形象 陈柏林这回要演绎的周尔文可是一个相当情绪化的人 上一秒还好好的下一秒就原地爆炸了 从5月21日开机至今 鳄鱼与牙千鸟已经拍摄了将近三个月 如今国内戏份即将杀青 接下来就要去到法国完成最难的部分 文娱新天地上海独家采访不到